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我们的男女嘉宾们的亲友团来到现场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掌声在哪里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爱情专家 我们国家级心理评室 FM10.8清理烈化的主持人 金荣老师 欢迎 欢迎金老师 五位男嘉宾呢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不对 是的 我们的女嘉宾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赶快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 爱情来敲门 第一环节 爱情来敲门 在本环节中 五位男嘉宾对五位女嘉宾进行盲选 男嘉宾在幕联后 根据上场女嘉宾自我介绍的内容 随时为新一女生接幕并进行互动 若多名男嘉宾为该名女嘉宾接幕 则由女嘉宾选择一人在本环节牵手配对 若无男嘉宾为女嘉宾接幕 则该名女嘉宾在此环节落单 男嘉宾将继续等待下位女嘉宾上场 这五位男嘉宾能否牵手成功 继后属于自己的爱情呢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女嘉宾登场 有请一号女嘉宾 吕阳 23岁 168公分 45公斤 这个身高都可以当模特了 好高哦 对哦 欢迎 百家信中唯独吕 万家名中独爱羊 大家好我叫吕阳 O型式的白羊座 我没有肉毒素打尖的蛟子脸 没有玻尿酸龙膏的甜甜欲鼻 也没有美瞳装饰的漂亮大眼睛 有的只是爸妈给我的一张看上去还差不多的大昼明星脸 偶尔犯二偶尔腹黑 这样的我你们喜欢吗 好三号已经接幕了 二号已经接幕了 我的生活也非常的简单 每天下班结束后 就会回到家里面看看面试 然后看看书 偶尔呢和朋友唱唱歌吃吃饭 会做几个简单的家常菜 一号也接过了 这样的我你们能接受吗 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女孩 我的理想伴侣是找一位既像爸爸又像朋友的这么一个大男人 谢谢 好 非常好的成绩 第一位女嘉宾出来以后 一号 二号 三号 五号全部接幕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接幕的男嘉宾可以向我们吕阳提问 第一个接幕的楼嘉为什么要接幕呢 听到哪一点 我觉得年龄好像还差的不远 年龄差的不远 楼嘉今年敢问多大 我79年的 差9岁你接受吗 可以 可以 我觉得个子高吧 我就是喜欢女嘉宾的 高医生 从外表上来说吧 我比较喜欢素颜 比较像他刚才说了 就是平常都比较素 而且又比较喜欢安静的女孩 为什么接幕呢 郭瑞 我觉得女嘉宾喜欢有责任感的男生 我比较有责任感 你觉得你是有责任感的 那么还有一位男嘉宾没有接幕 咱们先让他被斗接幕 有钱多高 170 你为什么不接幕 我觉得比我高 没有办法接受 不能接受比自己个子高的女朋友 对 我给你解释一下 她这个口音 不是故意学的 而她真的 她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 现在目前在我们西安工作 对吧 对 平时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对于吕阳呢 我们再多多的了解一下 我们看一看她的三个个性 比较真正的 理性慢热的故事 被动的白羊座 绝对的三不接受 哎呦 这个绝对的三不接受 好像要解释一下 我不接受 没有上进心的 然后自私小心眼的 还有就是邋遢的 这个好像谁都不能接受啊 对 你的慢热的话 是大概多久时间才会热 得看两个人的接触吧 这个时间多久 这个没办法说了 那接下来呢 选择其中的两位来到你的身边 进行进一步的接触 请选择 一号和五号吧 有请惠慕林 还有郭瑞 有请 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二位男嘉宾的情况 好 先来看一下惠慕林的VCR 我叫惠慕林 今年27岁 我的性格特别随和 我喜欢运动 每天早上都会去跑步 我下班也会和同事去 打打羽毛球 乒乓球 也喜欢看NBA和足球 我目前在一家国企上班 单位性质呢 是属于事业单位 我要找到女孩 一定要善良 懂礼貌 有孝心 孟里兄她千百度 木然回首 却在灯火栏珊处 你是我要找到那个她吗 你是自己住 还是跟父母在一起住啊 我现在是跟父母一块住 但是结婚之后 肯定会是分开住吧 你打算几年之内结婚 如果合适的话 就马上结婚 谢谢 没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郭瑞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一下郭瑞的VCR 嗨 大家好 我叫郭瑞 今年25岁 我的性格整体来说比较开朗 是一个典型的白洋男 我是一个土生土壤的西安人 目前与父母一起居住 但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所 我们就职于上海中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 担任助理工程师一职 我的工作平时比较繁忙 但是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的工作 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成就感 我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个女友是在大学时期 最终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了 第二个女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在一起一年多 最终因为她的父母强行反对 我们也分手了 我仍相信之前的感情都是有缘无分 我相信那个有缘人会与我相遇 郭瑞是一个很开朗的男生 也是我们愿意为优秀的设计师 郭瑞性格很好脾气也很好 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跟他一起玩 如果在场的女嘉宾 如果能够和我们郭瑞牵手成功的话 一定是我们郭瑞手上的一个宝贝 你们不要我要 没有想到第三者这么快就出现了 那个你快结婚了 好 只是开玩笑而已 那父母祖来的时候 你们有去争取 争取 争取为什么还不可以啊 他家人的意见就是 我比他小 可能会不太会照顾他 但是他家人并不了解我 那接下来郭瑞你带着吕杨 假设你们俩谈恋爱了 回家见妈妈 我演你妈妈 好不好 来带他 妈开门 自己没拿钥匙 这我新对象 好看妈 那头上顶那么大个蝴蝶鞋 够长的吗 这叫潮 你不懂 还不去媳妇的 你都忘了娘了 我不活了 老伴你过来 老伴你去老伴啊 咋了 你这小兔子 你怎么这么气 你妈拿来去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呀 你演你就演 你对郭瑞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嗯 还可以 还挺 护我的 增进感情 嗯 它应该是个很好的扭带 刚刚其实在郭瑞表现的时候 惠慕琳他其实也有自己的表现 对挺好的 对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因为接下来你就要进行第一环节的选择了哦 嗯 那么我们请郭瑞 惠慕琳 向前走 好 吕杨 你觉得在第一环节 可以跟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那么你就走到他的身边去 牵起他的手 好不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周六相亲生 下集更精彩 好漂亮哦 哇 眼睛好大哦 夏威夷嘛 我比较喜欢火辣吧 哦 你的眼神让我心碎 你再一听一笑 让我吃黄 你说你会翻二 但是你二的最高精减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不好意思 原来走到身边是谢谢不好意思 谢谢不好意思 都没有选择 为什么呀 那我们先谢谢二位吧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对 希望不要受打击 我想再接触一下 了解一下吧 好 谢谢 我们也谢谢吕杨 谢谢 谢谢 那就请这边就座 好 刚刚就非常遗憾了 第一位女嘉宾 就也在第一环节 并没有牵手成功 是的 第二位女嘉宾 有请 好 有请二号女嘉宾 朱沙娜 24岁 全高168 体重48公斤 好漂亮哦 哇 眼睛好大哦 像摩托一样 各位观众 各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朱沙娜 今年24岁 是开朗的必行学 还有最典型的巨蝎座的性格 那么从我毕业之后 在美国工作过半年 然后回国之后 从事于留学教育行业 在一个比较大的留学咨询公司 从我的这个性格来讲的话 用三个大来形容的就是 大眼睛大大咧咧还有一个大嗓门 第三号已经结幕了 我和其他同学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姐姐 我相对于其他的独生子女来讲的话 比较的不自私 比较善于的分享 谢谢 做介绍完毕 现在一号三号四号为你结幕 谢谢 刚刚她讲到了 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对 姐姐今天来了吗 很遗憾 她本来是要来的 但是也没有来成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节目的理由吧 因为她是巨蝎座的 我也是巨蝎座的 好奇怪的 就电视机前很多的爷爷奶奶不明白 巨蝎座 刚刚是白羊座 现在巨蝎座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巨蝎座有什么样典型的性格特征 巨蝎座就是比较顾家 然后比较重视亲情 比较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安全感 楼家为什么节目 你出过国是吧 是的 我在国外待过十多年 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还可以聊得来 楼家曾经是在哪里留学 新加坡 新加坡 留学生活 对 刘宇晨 宥晨 刚刚你不是说找女朋友不能个子太高吗 但是刹那个子好像也是蛮高的 定身高是168 他们是因为他今天穿高跟鞋吧 看到他的外形以后感觉怎么样 还蛮可爱的 那个眼睛很喜欢 另外的两位男嘉宾会不会有点后悔呢 看到他以后哪 好可爱啊 压力已经没了是吧 压力顿时烟消云散 郭瑞 我还在想一号 还在想一号 在想 哎这太过分了吧 那我们来多多了解一下他好不好 来看一看他的三个性格标签 超级顾佳的巨蟹女大家都称火为猪哥 只追求有三星的男人 三星是花星 什么 没良心 还有什么 上进心 有上进心有责任心还有什么 还要有爱心 爱心 为什么会叫猪哥 为什么会叫猪哥 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是比较大大咧咧的 就是比较女汉子 比如说像办公室的饮水机啊这些 我就可以一个人直接搬上去 所以叫猪哥 惠慕林 楼佳 以及我们的刘又成 他们三位 你选择两位来到你的身边 三号和四号 有请楼佳 有请刘又成 好了 那么这两位男嘉宾他们的情况呢 我们通过VCR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楼佳的情况 我是楼佳 今年34岁 是一名IT项目经理 现就职一家为政府提供全方位信息化服务的公司 每逢周末 我会在熟悉的咖啡馆登台唱歌 我可是很多歌迷的 我出生在一个三口之家 父母从小教我 用自己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我18岁那年留学新加坡 在那里生活了12年 很多我的同学都选择留在那里 我还是回来了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回来 我反问他们 回家需要旅游吗 我两年前谈过一个女朋友 她比我小十岁 人很聪明 也很懂事 但我们都是倔强的人 只会选择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 最后还是分开了 说到理想女孩 无非长头发大眼睛 个子高挑 可当一个活生人能人来到你面前 一切标准都会突然失去意义 我喜欢的人 我看到就会知道 那个人会是你吗 我准备了一首歌 我现在能唱吗 现在可以唱吗 如果你觉得它 就是为那首歌量身定制的 那你就可以唱 这首歌 这首歌的意思大概一切正在编 就是看到的时候 大概语言都会成多余的了 所以我挺喜欢这首歌的 有没有忘记唯一的女朋友 这个应该忘不掉吧 但是为了对后面出现的人公平 我会把它收藏起来 发生过事情不可能忘掉 这是对的 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优质的也站着 我们来看一下刘又诚的VCR 大家好 我叫刘又诚 我来自于台湾 今年26岁 是制作 我在一家外商公司上班 从事半导体的研发制作 是一名电子工程师 我们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 但是在台湾西安两地 都设有分公司 所以我经常要台湾西安两地跑 我的个性很随和 不太会去拒绝别人 容易心软 之前交过一个女朋友 她总是做出让我伤心难过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心太软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她 我的生活 那你觉得现在的女孩子怎么样 还蛮漂亮的 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这边的女孩子就比较淳朴 淳朴 还以为人说要比较高挑了 那你脾气好吗 我脾气很好 你脾气好吗 你也很顺手 听完这句话就突然想拿起调转 那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 佑晨那你目前是台湾和西安两地跑 那你如果找了一个西安的女朋友 那你要去台湾了 她怎么办 如果真的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沟通商量的 对 我不会说一定会要完全留在台湾 我也可以搬到西安来 沙纳还有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两位优秀的男生 他们谁会被选择 或者根本没有被选择呢 我们请楼家刘又成 向前走 第一轮 沙纳的选择时间 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周六声声声 下期更精彩 夏威夷吗 我比较喜欢火辣吗 好 重阳节这天都要做什么呢 要吃粽子赛龙粥 这是端午节的吧 何大错误 一二三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五 四 三 二 一 走得很坚决 挂 那我们 谢谢楼家 二位优秀 谢谢楼家 二位优秀 我一种出乎意料 为什么要选择她 想问一下沙纳 因为她刚才说她脾气好 好 那个也说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还不行啊 但是就是演员 更有演员一些 好 那我们就恭喜刘又成 还有我们的 他俩在第一环节 暂时可以 恭喜 前排就座 那这个就只是我们在第一环节的第一个感觉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楼家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反正要一直被选择 那么目前呢 在我们这里有一队目前牵手 有一号女生现在暂时落端 有请三号 有请三号女嘉宾 周琴庆 二十五岁 一百六十三公分 五十五公斤 今天打扮整个就是夏威夷女郎的 整个风格在这里 你还没有自我介绍的时候 郭瑞已经掀开了木帘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姓一样吗 夏威夷嘛 我比较喜欢火辣吧 哦 喜欢火辣的女生 你觉得她辣吗 现在看到 辣妹的 辣妹的 自己开心的不得了 好了 秦庆你可以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郭秦庆 今年二十六岁 是咸阳人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虽然从小是独生子 但是十五岁来先上学 三号节目 我平时的是我一直深深喜欢的旅游行业 那么我对另一半不要求她是高富帅 但是希望她稳重 有责任心 孝顺老人 另外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小鸟一人的人 所以我来了 你在哪 楼下又一次的揭幕了 看到郭秦庆之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不会因为上一轮怎么样 就是会 会犹豫 你是要证明自己 就是不会受上一轮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来这的话 主要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要表达自己 对 我出来才有机会 对 没错 出来才有机会 这句话说得很到位 好 那我们也有请一号和二号 被动接触 郭穆玲啊 这轮为什么没有接幕 我催着的心已经受伤了 你不能 你要像楼家一样越战越勇 那你看到秦庆之后的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非常漂亮 很漂亮 漂亮 那高一生呢 我是一个爱动的人 我比较喜欢一个安静的女孩 刚才不是说夏威夷吗 我觉得奔了 那是我的错 我们自己加奔 对于秦庆呢 我们再多多的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她的三个个性标签 极度随和 经常会傻乎乎 男方必须要孝敬我的爸爸 男方必须要孝敬爸爸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 在我母亲生病期间 一直照顾她 而且我母亲不是一两年的生病 长达七年的生病 所以我觉得应该找一个特别照顾她的 郭爸爸今天看到秦庆 这么漂亮 这么乖巧站在这里 而且她的一个很大的择偶标准 就是一定要孝敬您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很激动 女儿从十五岁到西安 一直到现在 快十几年了 可以说是在她母亲 对于需要的时候 可以说是由我跟她一同 共同撑起对她母亲的照顾 也感谢我们单位的领导 感谢我们单位的同事 好 谢谢 谢谢爸爸 一会儿呢 还有第二轮 您还要给女儿选一个男搭档来做游戏 好好挑着 看喜欢的一个男嘉宾 曾经是有点难过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母亲 遭受病痛的折磨已经很久了 对 然后前一阵子 离开了秦庆 还有她的爸爸 不要难过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生活都要向前走 生活向前走 爱情也要向前走 是 那接下来 我们请楼嘉 还有郭瑞二位来到 秦庆的身边 也请二位 楼嘉和公路的微信 都看过了 楼嘉在IT的单位里面 做有一份不错的职业 那么也比较成熟稳重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问她吗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事情 然后你第一反应是怎样 我应该是个很淡定人 就比方说你们两个人正在公园里约会 突然地震了 你会怎么做 找空地 找空地 对对对 找空地也是一地 没有没有 没有 那对于你身边这个很乐天派的郭瑞 他现在目前是一位这个建筑设计师 你平常喜欢吃什么 烤肉 烤肉 那郭瑞有什么样的问题 问秦庆 暂时没有 刚才已经问了 楼嘉呢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请郭秦庆做出自己在第一轮的一个暂时的选择 我们请楼嘉 郭瑞 向前走 好的 秦庆 那么这两个男人 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丝丝的安全感 让你觉得注意在第一环节选择他呢 五 四 三 二 一 秦庆 周六生生日 小吉 大金牌 你的眼神让我心碎 你的一听一笑 让我吃黄 游戏互动欢笑连连 还不错 这个面观众能接受吗 还不错了是不是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五 四 三 二 一 你选择了 郭瑞 恭喜 恭喜 再次谢谢楼嘉 再次谢谢楼嘉 为什么选择郭瑞 我觉得他还不错 恭喜二位 现在我们牵手成功两队 有一位女嘉宾仍然落单 我们有请四号女嘉宾 有请 有请四号女嘉宾 张云 22岁 身高1米60 体重48公斤 好可爱哦 可爱的女生 会是刘又晨的选择吗 哈喽大家好 我叫张云 今年22岁 我的工作呢 是在友台的教育节目 培训孩子们一些表演的一些内容 我是一名老师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 我也相当地喜欢孩子 也是一个十足的孩子王 那么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可能因为我的同事都是一些女孩子 我的最好的朋友呢 也是一些女孩子 所以 我就耽误了我找到我最重要的另一半 然后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们牵着手去吃披萨 谢谢大家 2号和3号节目 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看到楼家再一次节目楼家 我还需要说话的机会 楼家 看起来像 我的哥哥 哥哥的感觉 嗯 这句话说出来好伤心哦 没关系楼家不会受伤心的 高医生 我觉得她是一个跟小孩子接触嘛 应该非常可爱 有爱心 我比较喜欢有爱心 然后孝准父母的 毕竟是要结婚嘛 对象 楼家喜喜欢一种可爱心的女生呢 喜欢 也喜欢 你是可爱心吗 我觉得我不是 都可爱心这个样子 你还不是可爱心的 我觉得我不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独立的女性 你知道吗 咱们在前面乱做一团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人在牧连背后很着急 慧慕林 我们有请慧慕林被动接目 怎么样 你照片漂亮不漂亮 我觉得很后悔 你干嘛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你后悔了 那现在我们给你一次机会 向她表白一下 你此时此刻看到她的心情 他有点害羞 他正在研究 搞研究的 就是脑子里一定要把这逻辑过一遍 你的眼神让我心碎 你的一听一笑 让我吃黄 不错不错 说明我们慕林真的是一个特别认真的男孩 是不是 你看他说的这句话都是特别认真思考 他都是过了脑子的 对 他编辑好他才说 我刚才觉得我刚才觉得他用了一句话说看到一个女生可以让他心碎同时让他痴狂 让你痴狂 至少我想说一点是至少慕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生 虽然和社会的接触不是很深也就是说不是很世故不是很老道 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有一颗善心真的很可贵 他本质很善良的 特别诗情广义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张云的三个性格表情 曾经是130斤的肥妹 一提到旅行就会忘记一切 看到笑起来灿烂的男生就不会走路了 哇 好 那我建议三个男生先给个灿烂的微笑吧 一号 惠慕林最灿烂的微笑 好可爱 好 高医生灿烂的微笑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好假 楼家一个真实灿烂的微笑看一下 其实那边坐的两位是蛮灿烂的 刘悠成就是一直都是阳光男生啊 我觉得他们俩挺灿烂 他们俩人坐的嘛 后边还有机会 放心 那我们就请楼家还有高医生来到张云的身边 有请 我们看一下高医生的VCR吧 了解一下 我叫高医生 今年29岁 楚楚天蝎座 我出生在咸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 现在在一家公司任采购一只 朋友们开玩笑都叫我医生大夫之类的 我的性格就如同我的星座一样 整天些呢 偶尔多愁善感 乐交朋友 表面上无所谓 内心 却很重感情 平时经常打打篮球 桌球 羽毛球 偶尔画画 旅游 也经常尝试冒险的运动 例如搏击等 我曾有过两段感情史 经过了不一样的故事 不过 这让我更加学会了珍惜 这次借助栏目组 希望能找到一个值得让我守护的他 我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认定的就是我这辈子 来吧 我的一生老妻 我就是看他做的那些 能不能现场就是 现场这个俯卧撑来一下 要坐在他身上 可以 一 二 二 坐在他身上 太爷们了 好了 那张云有什么问题问楼嘉 没有 没有问题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高一生以及楼嘉 向前走 有请 张云你可以选择 在第一环节跟他们暂时牵手 也可以选择 自己一个人坐到座位上 对 楼嘉之前已经被拒绝过三次了 不知道这次是否还会被拒绝 五 四 三 二 一 周六星星星 下期更精彩 你说你会翻二 但是你二的最高经济 游戏互动欢笑凌凌 哎 哎呦 还不错 这个面观众能接受吗 还不错了是不是 重阳节这天都要做什么呢 要吃粽子赛龙粥 这是端午节的吧 和大家错误 一二三 要来到谁身边呢 谢谢 好 牵手的是高医生 谢谢楼嘉 你可以回去了 虽然我能力小 但是我觉得我会需要一份 就是依靠吧 我觉得我的内心也有非常成熟的事 就是刚刚尤其在地上做那个他做符合称的时候 呃 真的给我一种安全感 因为挺好玩 挺好 嗯 那么就恭喜张云还有高医生 第一环节暂时牵手成功 牵手落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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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木琳 楼嘉 我们只剩下一位女嘉宾了 好了 那么请二位再次回到牧连的后面 你们可以选择节目也可以选择副节目 我们有请五号女嘉宾 有请五号女嘉宾 轩荣26岁 一米六五 五十五公斤 她的头发和她的衣服很搭配 所以从服饰上面感觉就是一个很开朗的女生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我叫仙荣 今年26岁 是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北妞 性格呢 比较开朗 目前呢 我在西安华商网传媒有限公司 就是跟皮皮和翔子一样 也是传媒工作者 平时呢 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呢 生活里面比较可爱小女人一点吧 有二 饭个二 三号接后 然后呢 灰木林 别等了 灰木林 今天呢 我就想找一位成熟 稳重 有幽默感 脾气比较好的一位男嘉宾 然后可以保护我 嗯 就这些吧 仙荣 说实话 你的那个姓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很特别 对 刚才后台好多人都问我 你真的姓鲜吗 我说如假包换 给你们俩出道题 就用她这个姓 拼词 从灰木林开始 是 仙长 仙人 看 楼嘉 仙女 仙女 神仙 神仙 仙长 就是大仙女 哦 这位仙长怎么样 天呐 你们的那个词库怎么如此的匮乏 对 慧木林 仙花 后面有人打电话说仙花 你还真的就跳进去了 你错了 来 楼嘉 有个地方叫仙台 对 有 好 好了 这只是一个游戏 一个测验而已 那 慧木林还是要放松一点 好不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来多多的了解一下仙荣的性格特征 时常会翻二 而且二的很不一般 为了省钱自己在家修水管 一个人的时候会躲在角落窟 他的这个都还蛮有特点的 这样子 二位男嘉宾先问吧 那你为什么不找修理工呢 你为什么不找修理工呢 因为我为了省钱 我当时就修结完没修好 搞得家里水漫金山的 你说你会翻二 但是你二的最高进去是 这个问题 就跟他大家打赌 只要别人不敢我都敢 比如大家说 这个儿子不要说得好 就打开窗口喊 我是个傻子 对对对 是这样 好了 那这样吧 就请二位男嘉宾 来到我们的仙荣的身边 有请 那么现在呢 是你们两个人最后的一次 二选一的机会了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楼佳 看到我们五号的嘉宾 现在的新年感觉怎么样 暂时没问题 蒙着呢 蒙着呢 还有点蒙 他太蒙了 他就在思考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 那你做事是那种比较细心的 还是那种比较大大咧咧的 大大咧咧的 大大咧咧的 好了 仙荣有什么问题 请你听问一下楼佳 要问两位男士 展示了问题 那好了 那我们请惠慕林还有楼佳向前走 我们这两位男士啊 有点像就是 感觉遭受重重打击过后 到最后已经在听从命运的安排的感觉了 对 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他犹豫了 好 选择了楼佳 楼佳 好了 那我们就请惠慕林先自己和我做 仙荣为什么会选择楼佳呢 我觉得在刚刚的过程当中 楼佳表现并不是很主动积极 他几乎没有说话 我觉得楼佳精神还是比较 再说我觉得这个 都是相互了解的过程 也没有说要听终生了 那倒是 那倒是 没有想 那好 那就请二位牵手落座 恭喜二位牵手落座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 一共有四对牵手 有一对是被排斥在外 所以被迫坐在了一起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第一环节呢 也并不能代表他们最终的一个选择 那究竟今天的缘分 要落成在谁人身上呢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 是 进入我们第二个游戏环节 我们进入到 缘分对对胖 第二环节 缘分对对胖 儿女的婚事一直都是父母 亲友心中最操心的头等大事 经过上一环节 对五位男嘉宾的观察 女嘉宾亲友团将指定一位男嘉宾 在本环节中和女嘉宾进行游戏互动 而亲友的选择 会和上一环节 男女嘉宾自己的选择 出现分歧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看 在我们第一环节 并没有牵手成功的 吕阳她的亲友团 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她呢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 吕阳的妈妈和她的姐姐 妈妈您觉得建议 她和谁搭配比较做游戏比较好 我觉得吧 要是看外表应该是一号吧 一号 外表比较搭一些 就惠慕林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 还没两个在哪吧 不管是形象还是个头吧 比较搭一些 好 那么我们看看一号 吕阳和惠慕林的单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惠慕林当时 吕阳你也是为她揭幕了是不是 对 对 那现在呢 吕阳的母亲要求你们俩 搭档完成这个游戏的环节 你现在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甘心 很香 不然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可以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两个人要搭档完成的游戏是什么 爱的抱抱 爱的抱抱 男女嘉宾通力合作 在不借助手的情况下 将气球全部爆破 计时开始 两个人搁抱 搁抱起来 好嘞 第二个 要用腰 后面的腰 这还是可以 好嘞 魁慕林要求用Pick 一二三 好嘞 感觉怎么样 她挺照顾的 一般我就是 我的力气特别小 一般就是她的用力 用一首诗来形容的话 随便说句话都可以 观观鞠鸠 在河之中 瑶桥淑女 君子而成 就这个 我刚才看到 慧慕林表现得非常积极 但是我更倾向于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现在估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怎么把气球弄爆 对 估计杂念很少 我不知道 慧慕林 你同意我的说法 同意 非常同意 我觉得生活当中 还是非常认真的一个 这样的男生其实很可爱 谢谢 来我们听一听 沙娜目前呢 是跟我们非常阳光帅气的刘又成 组成了一组 那么在游戏环节想要跟谁 呃又成 也是她 我看你们两个人刚一直在交流 刚刚都聊了些什么 都有聊生活 那沙娜她要求自己的拍档部分 但是今天是谁来了 今天是表姐 表姐来了 我们听听表姐的意见 好 站在我身边的两位呢 都是朱沙娜的表姐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呢 你们是希望换一个男嘉宾跟她搭档呢 还是 我们是希望换一个男嘉宾 想选谁 二号男嘉宾高义生 高义生 对 为什么会想选高义生呢 首先呢 这个男嘉宾身材真的是非常好 你觉得 你觉得很好 对对对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男嘉宾 应该会给我们娜娜 比较有安全感 嗯 那沙娜有没有意见啊 有 有 有也没用啊 有也没用啊 我还是想和又成 那又成有什么意见没有 安全感 这种东西 不能用体格判断 是在说服了一下 那两位表姐 考虑不考虑换人呢 那我们还是尊重珠珊娜吧 那你考虑没考过 考虑过高义生都站起来了 最后给你们一次下决定的机会 那我要坚持我们表姐团的想法 坚持我们的选择 好 高义生再站起来 哈哈哈 哎 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是蛮搭的哈 对 合作之前 问一下高义生心中有没有暗自 暗自窃喜一下 有吗 有 那张云怎么办 张云 高义生她暗自窃喜了 支持她 张云支持你 那我回去了 那好了 那沙娜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表姐的意见 高义生已经站在这里了 两个人搭档 再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人要面对的游戏 是什么 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 男女嘉宾将在一分钟时间内 轮流向对方提问 并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 周六相听会 下节更精彩 你喜欢我吗 哇 这喜欢不能乱说吗 最后在很多无聊 你今天想去电影当中都不看完 广告之后 精彩 广告之后